暑假马上就要到了 今年夏天水上活动 现在有了新玩法 肯定有业者应进了一项新的设备 让游客在海面上能够一飞冲天 甚至还能够在空中翻转 或者是360度画出水柱的弧像 好像就像电影钢铁人一样 这么酷炫的新玩法 不过才推出一个月 但是每天至少有15000块钱的进账 但是每玩一次就得花1500块钱的台币 比起其他的水上活动是贵了好几倍 因此有不少游客是望至全步 海面上的人突然往天空冲去 甚至还能来个前进转弯 简直酷炫了 这个酷炫水上新玩法 今年夏天已经在墾丁引发风潮 刺激的水上活动 让游客像是在海面上飞行 这个画面并不陌生 是不是跟电影钢铁人很相像 有台湾玩家干脆称他为水上钢铁人 有游客体验后整个人上瘾 难以自拔 贵是有点贵 但我觉得自然是新体验的话 花点钱没关系 飞得感觉很特别 对啊 然后很像钢铁人 水上钢铁人在墾丁推出一个月 业者说天天至少一万五进账 但引进这套设备不便宜 主要的喷射水靴 加上特制的水上摩托车 就要花将近一百万 一套装备蛮贵的 这一套比较多少钱 光那个鞋子就要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 对大家加一台摩托车 就差不多快一百万这样 这个非常酷的水上活动 目前全台湾只有北部的芙蓉 与南台湾的墾丁流引进 不过这个新玩法 游客体验一次十五分钟 要价一千五 比起水上摩托车 以及香蕉船跪上好几倍 这样的价格 让不少游客想尝试又却不 不过看好这个刺激活动 肯定今年夏天海面上 预料会非常热闹 有看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春晃 月方SNG小组 评论报道